我通常這麼多就是MA的信用卡 推了這麼多人入坑 但是其實我也沒有收到任何好處 因為他沒有跟我合作 但是我覺得這是我的主力卡 而且他好用 所以我就推薦給大家 但我也沒有強迫大家一定要辦卡 所以就是說 現在其實是一個社群媒體的時代 你也可以在網路上分享你覺得好的卡片 那你的青朵就會因為看了你的文章的影響 然後就去辦卡 也許不是立即申辦 但是也許只能在兩個月或三個月後申辦 這就是廣告的影響力 所以其實大家應該要知道這件事情 你如果常常看到寶可夢文章 我一天寫三篇 一天寫兩篇三篇遇上拍卡 你可能沒有興趣 但是你看久你對這張卡片有一點點感覺 你可能下意識的哪一天感覺到你就辦了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看寶可夢文章很煩 但是他就是有廣告效益 所以請大家就是要原諒寶可夢 就是不厭其煩有些東西要重複再講 因為有的時候你有看到 但有時候就是你沒有看到 有時候是別人看到 這個FB的推廣機制 所以就是請大家就是 就是真的多多擔財 非常不好意思 但是我會盡量闡述一些好的文章 跟大家分享